原色的iPhone 16 Pro已经到手了 如果我这样跟你说 大概率你也是看不出来 其实这个就是iPhone 15 Pro 国行256G内存的 所以呢 如果你想入手16 Pro 那么它就长这样 区别基本上从外观上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像这个小花量层次的 咱们是回收过来的 60张不到就到大家手上 对比新款16 Pro可能能立马省3000 所以新款出来入手旧款 还是挺明智的一个选择 对无论从外观手感质感还是性能 目前这个综合数字还是很强的 仍旧是第一梯队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个影像能力也是天花瓣级别的 我个人感觉用这15系列的 完全没有多大必要去升级16 但是如果你是13以下的 我觉得这个15也非常不错 就性价比来说 你会选16还是15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